法国的2024巴黎国际奥运会 还有几天就要开始了 这一次奥运会的赛项 实在是让人感觉有针对性 取消我国的强势项目 西方的强项反而增加 明白着不就是害怕 我们的运动员实力太强 拿的奖牌太多 然后自己拿不到 心生极度 就你那点小九九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今年我国为迎战巴黎奥运会 可谓是做了十足的准备 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比赛的项目竟然说取消就取消了 他们这样一整 我们出战运动员的人数 就比之前参加脚盆机的奥运会时 少了26个人 这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对我国来说 这不很有可能让我们损失26枚奖牌吗 不少网友对于这样的行为表示 太黑了 比赛比不过 就把比赛项目停 真有西方人的做派 比赛还没开始 就已经开始预谋 在比赛上动手脚了 真不知道这种歪风邪气 啥时候进入了体育圈 新增加的项目 说是为了创新 为比赛增添一些观赏性和趣味性 但也不能只挑美国擅长的吧 要说今年的巴黎奥运会 可以说还没开始就热搜不断 纸板床 无空调 纯素食 这些硬件设施可谓是让全世界人都大跌眼镜 比起2008年中国奥运村的配套设施 浪漫之都法国这一次可谓是有点丢人了 原本以为 法国只在这些硬件设施上与众不同 谁承想在运动项目上 法国也玩起了弯弯绕 不仅取消了我国曾经夺冠过的项目 甚至还贴心地增设了四项欧美非常擅长的项目 如果你说增设项目是常有的事情 并不是特意为哪个国家准备的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都增加了哪些项目 在下定论吧 首先是霹雳舞 是的你没看错 风靡美国街道的霹雳舞成为了一项奥运比赛项目 虽然现在霹雳舞已经是一种全球性热门的舞种 但是作为起源地的美国 在这一项目上仍比其他国家更有优势 增设的第二项就是滑板 如果说霹雳舞是巧合 那么这项同样起源于美国的滑板项目又怎么说呢 滑板作为50年代就在美国街头兴起的一项体育运动 慢慢的爱好者也辐射到了全世界 虽然国内也有很多喜欢滑板的青年人 但是在奥运舞台想要PK过美国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 第三项新增项目是攀岩 攀岩这个项目起源于意大利 在欧美地区是比较热门的户外活动 现在虽然中国也有很多攀岩爱好者 以及在攀岩各大赛事中取得成绩的选手 但是在攀岩历史和普及度上与欧美国家还有一定的距离 从而说明 在这项赛事上要和欧美国家争夺奖牌 确实比较吃力 最后一项同样是欧美人喜欢的项目 冲浪 和攀岩一样 欧美各国已经将全民普及性质的冲浪项目 延伸到一种顶尖赛事的水平 对于亚洲国家来说 想要和欧美国家争夺奖牌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此次巴黎奥运会 巧合地增加了欧美国家擅长的项目 不得不让人怀疑其动机 如果说增设项目是巧合 那么取消中国夺冠热门项目又是为哪班呢 中国夺冠热门项目被取消 法国接连增设四项欧美国家擅长的项目 本就惹人怀疑 没想到在此基础上 又取消了中国擅长的比赛项目 此种动机看来已经十分明显了 此次巴黎奥运会被取消的项目中 其中最被观众熟知 且出乎人的意外的是举重项目 这里并不是完全把举重这一项目取消 而是减少了很多重量级 2020年 东京奥运会在举重项目上 一共设置了14个重量级 中国在那一届奥运会上 也斩获了七金一银的好成绩 此次巴黎奥运会 直接将14个重量级 缩减成了10个重量级 这对在举重项目上 有绝对夺冠优势的中国来说 是十分不利的 第二个被取消的项目 是翻版RS X级 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个项目 但是在上一届东京奥运会上 我国在此项目上 以绝对的优势夺得了冠军 而今年巴黎奥运会 却直接取消这个项目 也让这个项目的奥运冠军 卢云秀 失去了参加这个项目的资格 不过中国人是不服输的 没了翻版RS X级项目 卢云秀 此次选择了水溢翻版 希望能够在此项目上为国争光 从此次巴黎奥运会增设 和取消的项目来看 我们可以合理地怀疑其动机 有很多网友甚至在网上声讨 难道奥运会也要将政治掺杂进去吗 从前的奥林匹克精神呢 巴黎奥运会此次要弄哪样 面对此起彼伏的热议 巴黎奥运会组委会并没有因此回应 至于到底是不是有所阴谋 中国这边已经无所谓了 对于中国来说 直面困难才是最重要的 此次针对新增设的攀岩 冲浪 霹雳舞和滑板 中国也派出了多名运动员备战 其中 霹雳舞派出7名 攀岩派出13名 滑板也派出3名运动员 这些运动员都是在国内外大赛中获得优秀名次的佼佼者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 其他国家安得什么心 要玩什么套路已经不重要了 无论奥运会增设什么项目 几个项目 中国会努力备战 战争还未开始 号角也没有吹响 谁是最后的胜利者还不一定呢 中国在奥运会历史上被针对也不是第一次了 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奥运会奖牌夺得大户 但是纵观中国在奥运会赛事的历史中 有很多次被其他国家针对 面对这种境遇 中国不但没有退缩 而且不受任何影响 继续在奥运赛场上散发光芒 早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 羽毛球第一次作为正式比赛项目在奥运会上出现 我国女双羽毛球选手一路过关斩将来到了决赛 可是没曾想在正常决赛的赛程中 裁判竟然六次判罚我国选手发球违规 而且每一次判罚都在比赛的关键节点上 严重地打乱了我国选手的比赛节奏 最终遗憾地收获了银牌 裁判的种种行为 结合当时的国际情形和我国国情 很难说不是故意的 好在在未来的这几十年中 羽毛球逐渐成为我国优势性比赛项目 我国已经多年蝉联羽毛球各形式比赛冠军 彻底给世界展示了中国的羽毛球实力 同样的针对性判罚还出现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 而且这次裁判的意图更加明显 那是一场女子累球比赛 中国队的姑娘们在那一天全程实力在线 就算面对东道主美国女子累球队 我国也毫不逊色 可是就在非常关键的时刻 裁判竟然把美国队一次明显的出界球判为有效 就这样美国队拿到了冠军 中国女子累球队与冠军失之交臂 更可气的是 这场比赛的裁判在赛后竟然承认自己在判罚上的失误 可是时过境迁 中国队已经无缘登上此次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 在中国体操选手的动作表现都优于日本选手的情况下 评委们竟然默契地给日本选手更高的分数 导致日本选手获得当年的冠军 此次判罚引起了国内外观众的强烈不满 可是最终的结局仍然无法改变 虽然中国在很多时候受到了其他国家的针对 但是任何时候中国都不会被打倒 在逆境中绽放光彩是中国运动健儿们的精神 相信在此次巴黎奥运会 中国健儿也会收获更多精彩 2024年7月15日凌晨 我国的运动员已经陆续从各地出发 前往巴黎参加四年一届的奥运会 据悉 我国此次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共405人 相较于上次的东京奥运会 这次的运动员少了26人 而造成人员锐减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将我国多个可以夺金的热门项目取消 增加了许多欧美国家擅长的四个项目 这让不少网友直呼有黑幕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对中国军团而言 这次项目的调整可谓是喜忧参半 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首当其冲的是举重项目的大幅缩减 作为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 举重一直是中国军团夺金的重要来源 然而 此次调整将举重金牌数从14枚削减至10枚 同时取消了男子67公斤和81公斤级别 这对中国举重队无疑是一计重拳 过去中国选手在这些级别上屡创佳绩 如今却要不得不重新调整备战策略 更让人头疼的是 中国举重队的参赛名额也从此前的8人缩减至6人 这意味着教练组在选拔运动员时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如何在有限的名额中最大化夺金机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除了举重 其他一些中国的优势项目也遭遇了削减 例如 女子翻版RS X级的取消让中国失去了一个潜在的金牌点 回想起里约奥运会上陈佩娜的精彩表现 不禁让人感到惋惜 此外,50公里进走项目的取消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队的奖牌预期 然而,危机中也蕴含着机遇 本届奥运会会新增了四个大项 滑板、攀岩、冲浪和霹雳舞 这些项目的加入无疑为奥运会注入了新鲜血液 也为各国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虽然这些项目目前被认为是欧美国家的强项 但中国体育健儿们也在积极备战 力求在新项目上有所突破 以滑板为例 年仅14岁的崔晨熙在亚运会上的出色表现让人眼前一亮 展现了中国新生代运动员的潜力 在攀岩项目上 中国队更是实现了全项目参赛 其中速度攀岩被视为潜在的夺金点 至于备受关注的霹雳舞项目 中国已有刘青衣 曾盈盈 齐祥宇等选手获得参赛资格 他们的表现值得期待 面对这些变化 中国体育代表团需要重新调整备战策略 一方面要在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实力 另一方面也要在新项目上寻求突破 这无疑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但也是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新机遇 但是对于这些新增的项目 有人认为这次调整犹如一把双刃剑 既带来了新鲜感 又引发了不少质疑 质疑声是 人们认为这些新增的项目 都更有利于美国和欧洲国家 因为这些新增项目大多源于美国街头文化 在欧美国家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和成熟的训练体系 这些项目的加入 无疑为奥运会注入了一股 年轻和时尚的气息 但同时也让一些人质疑 是否存在偏袒之嫌 反观被取消的项目 举重和翻船都是中国传统优势项目 这一变动无疑给中国代表团 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曾经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的运动员们 如今不得不面临转型或退役的抉择 奥运冠军卢云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他不得不从熟悉的翻版项目 转战新的赛场 美国媒体对此表现得颇为乐观 预测美国选手将在这些项目中大放异彩 有分析认为 美国可能成为此次项目调整的最大受益者 这种预测更是加剧了人们对公平性的担忧 然而 国际奥委会表示 项目调整是为了吸引年轻观众 顺应时代发展 确实 奥运会作为世界顶级体育盛会 需要与时俱进 新增的项目大多具有年轻化 时尚化的特点 可能会为奥运会带来新的活力 除了项目调整 巴黎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奥运村采用纸板床和不配备空调等做法 虽然体现了环保理念 但也让人担心会影响运动员的休息质量 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 各国体育界都在积极应对 对于中国来说 作为体育强国 虽然失去了一些优势项目 但也可以将此视为 在新项目上奋起直追的机会 正如中国古语所言 失之东语 收之桑语 或许这正是中国体育在新领域开拓的契机 奥运会的魅力不仅在于竞技 更在于其传递的精神 公平竞争 互相尊重 突破自我 这些价值观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 在项目调整这个问题上 我们既要保持开放的态度 接纳新的变化 也要警惕可能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然而 危机中往往孕育着转机 新增的项目如滑板 攀岩等 为中国年轻运动员提供了崭新的舞台 11岁的滑板小将正好好的参赛 就是一个令人期待的亮点 面对挑战 中国体育代表团展现出了积极应对的姿态 他们迅速调整了备战计划 在保持传统优势项目实力的同时 也加大了对新项目的投入 这种因应变化 开拓创新的精神 正是中国体育的魅力所在 一些人质疑调整的透明度和公平性 认为频繁变动可能影响奥运会的纯洁性 对此 国际体育界确实需要进行深刻反思 在制定规则时应更加公开透明 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维护奥林匹克精神 对于中国运动员来说 当务之急是保持平常心 专注于训练和比赛本身 正如古语所言 乾坤未定 你我皆是黑马 在体育竞技中永远充满着无限可能 中国健儿们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迎接挑战 在赛场上展现出中国体育的风采 作为观众 我们也应该以理性和支持的态度 看待这次变化 奥运会的魅力不仅在于金牌榜单 更在于体育精神的传承和人类潜能的探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